大學可以提高你的道德 可以增加你的知識 但是在台灣的社會 還是認為要念高等教育的目的 是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 那為什麼現在年輕人會覺得說 我念了大學 甚至我可能念的是私立大學 我有大堆學代 可是我畢業早的工作 收入並不如我的預期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供給跟需求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是從教育端 哪些人才現在是很缺的 哪些地方人才是供過於求 因為你供過於求一定是薪水會低 那有些是供不應求 例如說我認識一個 這個年輕人他現在是念這個 他是念那個大學是念輪跡系 我們以前輪跡好像在船裡面工作很辛苦 沒有 現在輪跡已經變成是風力發電了 甚至是船舶設計 因為我們現在國建國造 非常的需求這個人才 他們一大學畢業起薪五萬塊 而且你一年休假可以累積 所以他們有的同事 一年可以請假一個月去國外旅遊 已經非常彈性 就是說那些工作需不需要的人才 非常需要 可是他們找不到大學畢業生 那有些地方是 可能是比較低薪的服務業 服務業就很低薪 那別人說他高不起來 所以要怎麼樣把這些人才往那邊去移動 就慢慢要做轉移政府要扮演這個角色 例如說媒合的角色或訓練的角色 那他畢業之後 他可以經過短暫的訓練 往高薪的產業工作去做 所以也有高薪的工作 有啊 我這邊要補充一下 其實你知道勞動部現在每次都有大量的 這個所謂的 就是我們說在訓練 你本來是念文科 你可以學資訊 你可以學各式各樣的東西 勞動部補貼 所以你說年輕人你覺得 像我講支撤會也是啊 所以你說我今天這個行業 我要跨那個行業 你去上了半年的課 政府你可以申請政府的費用 甚至連你生活費都有了 那為什麼不去 不是 我家王毅川上半面 我是沒有很認同 但下半面是 政府要講勞動部也喊冤啊 我每年預算補了那麼多 我們到各個學校都有宣稱 如果你今天要轉職的話 我們都有足夠的這個技術的轉移 你可以去上課 而且政府還給你補貼錢 你上多少時速 我給你多少錢 這些都有 這些年輕人都沒有接受到訊息 反而都去聽到柯文哲 那你勞動部 你就在街頭 舉牌子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 因為勞動部說我有宣傳 可是可能 一般年輕人不知道啊 那你就要主動出擊啊 勞動部長 舉牌子 在這個馬路 跟那個柯粉一樣 對不對 後面一個大旗子 要大的那個氣球 500億 對啊 勞動的這個教育金費 大家來申請 那就是你宣傳沒有到位嘛 你的資訊的輸出方 跟接收方 所以這些年輕人通通去相信柯文哲 那我必須想柯文哲厲害啊 因為我就可以用不費垂灰之力 讓年輕人都聽到他的 據相信認為柯文哲當總統 可以讓他們加薪 可以讓他們高薪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宗教模式嘛 但是我是覺得政府真的要跳脫出 傳統的這個所謂的這種宣傳思維 你真的可以去跟柯文哲 好好學一下 怎麼樣讓正確的訊息 否則真的 你知道說要不勞而禍 我躺著我就有錢賺 我相信年輕人也不至於那麼傻啦 只是說那個資訊要怎麼樣對稱 輸出方跟接收方 要把它連結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政府部門 必須要去做的啦 我覺得王映川也點出了 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年輕人 對柯文哲的資訊 就可以接收那麼快 可是對於我們政府 提供的正確資訊 就接收不到 因為你想想看 柯文哲拿了369萬票 是有多少人投射於他的希望 認為他的未來 或是國家的未來 是因為有柯文哲的當選總統 然後他們就可以得到 柯文哲喜歡把問題點出來 你說缺水缺電 那你告訴我 你缺水缺電 你要怎麼處理 沒有啊 大家有講說 你看這個國家缺水缺電 我們將來要把這事情解決 然後你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但民眾也想說 對啊缺水缺電 我要人才 我覺得那個王映川 他點出很多問題 他有個有趣的事情 他說我們這個國家 你說缺人才 我希望外國人跟我競爭 但你要外國人競爭 重點是你現在的競爭力 又在哪裡呢 但是問題來了 他就說你看外國人 不敢讓台灣來競爭 政府把我們保護得好好 但是你看我們就沒有競爭力 跟國外競爭 你聽他的邏輯 到結論是完全不同 但他們就聽得很爽啊 我覺得柯文哲的360票 是怎麼升出來的 這些票 366萬票怎麼升出來的 其實我去看 如果跟2020年去比 賴清德今天拿到558萬票 大概跟上一次 蔡英文的817萬票 大概少了260萬票 所以我認為360萬票 我是出算 大概260萬票 是原本投蔡英文的 然後現在跑去投柯文哲 就是說賴清德大概少了260 侯友宜大概少了100 那這些票看起來 如果都是投柯文哲的話 那民進黨少的是比較多 比較明顯 所以我覺得的確啦 就是說對年輕人 要怎麼樣換回 他們對民進黨的熱情 給他們提供正確的資訊 我覺得這是未來當務之急 我覺得民進黨 我覺得完全也點出 就是說未來四年的一個 民進黨應該要做的危機 要怎麼去解決 不要像2016年 蔡英文剛剛上來 當時就好像 這段 所以我覺得 從1月份到520就職 感覺就是好像沒有 很積極的去規劃什麼政策 等到後來 第一個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是林權 那林權呢 本身過去呢 可能對於政治宣傳 也不是很有想法 就造成他做了很多政策 什麼一例一休啊 軍公交年輕改革 就跟 產生社會很大的對立跟摩擦 這也造成為什麼後來 我們看2018年的 縣市長選舉 民進黨慘敗 所以我覺得 真的民進黨要痛定思痛 從1月份到520 就算就是結束 我覺得賴清德 第一個 你的內閣團隊要趕快建立 然後你接下來 每一個幾個 大家所定出的危機 要好好的去想 怎麼樣做規劃 立刻要能夠上嘛 再來就是縣市長也要開始佈局 對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黃國昌要選新北 黃珊珊要選台北 已經點出來了 那國民進黨有誰呢 對不對 如果說王毅川這次很成功 王毅川這次雖然沒排到不分區 他未來可不可以選縣市長或什麼 這個都要做規劃 甚至我必須要講像這一次 你說這個台中也好 林靜寅雖然輸給了 嚴寬恆 可是嚴寅兩年後 有沒有可能選台中市 他是很優秀的醫生 接生這麼多的這個小朋友 他有他的專業 所以我覺得包含像 這個蔡培惠 雖然在南投也選輸 但是蔡培惠也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學者 形象也很好 他是不是有可能去選南投縣長 或者你說像這個 這個台 這個這次的新竹市 等等 我覺得就是 這個林志杰這個教授 他也是非常形象非常優秀 他雖然沒選上也很可惜 未來有沒有可能兩年後去拼新竹市長 這些人才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都應該趕快去找 當他已經點出黃國昌 跟黃珊珊要選雙北的時候 民進黨真的要好好思考 下一場選戰 甚至人家都已經提到 2028年是盧柯佩了 所以大家都已經在超前部署了 雖然不一定會成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要好好思考 未來這四年 怎麼樣做人才的培育 對的確 來 敏鋒姐 我們看到藍白都已經在佈局了 包括黃國昌 可能是不是要占新北市 然後黃珊珊占台北市 然後在總統的部分 是不是有可能盧柯佩 當然這過程當中還很久 那當然你要去佈局 那綠營現在的挑戰 如果說的確也是有做這麼多事情 也的確都有回應年輕人的需求 但問題是說重要的這些年輕朋友 為什麼都沒有得到相關的訊息 對 我覺得這次民進黨真的要檢討 大部分一點 就是說把它擴大檢討 第一個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已經有人選了嘛 譬如說黃國昌占新北 那黃珊珊占台北 那你如果反問一下我們民進黨 就是說你未來2026年的時候 誰要去占新北 誰要去占台北 誰要去占桃園 尤其是桃園這是幾乎被剃頭了嘛 那就是說好像人選都沒有很清楚嘛 除了台中還有南部以南的這個縣市 我們都還可以有一些培養的人 就是說有好像馬上就可以選出一個人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也不是沒有說 其實應該是有 而且各方面的條件或經驗 其實都不會輸黃國昌或黃珊珊 對 只是說他們現在有比較中央的 民心的一個光環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比較 當然我們是贏了行政權 所以很多部分要從事國政的這個處理 會比較重要 但是2026也不是不能 也不是不要部署的 也是要部署的 時間很快喔 對 因為你的區 你的地方上面沒有拿下來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像這次贏的贏的不多 這樣你看這個這次2022年我們就輸了嘛 那輸了說那是我說實在 在野黨如果不是分裂 或是那麼候選那麼爛的話 這次賴清德也是打得很辛苦啊 那賴清德這個 就是說那裡這個未來整個國政 跟國會上面的東西 是一個問題之外 你這個部分的這個區域的這個 縣市首長你要怎麼部署 然後年輕人你要怎麼跟他對話 這是重要的 因為年輕人對話 我就跟剛剛講說 傑銘提到一些年輕人的政策都有反應 那我們這次選舉中 反應是我覺得是沒有說很清楚了 我可以同意 太慢了 對 因為譬如說 我不拿年輕人 我拿那個柯文哲不是有一次 就一直講說賴清德 什麼拿那個 去拜託他那個 什麼貢苗的那個發電廠